大家好,今天我介绍的是北欧的设计团队Cocoro and Mall 封面的这个logo就是这个团队的标志 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组合 右边这幅图片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戴着墨镜贝蕾帽 一个叼着烟斗插着腰背朝大海面向远方 这么一张黑白消素的人像照 很难与作品色彩缤纷 以王瑞著称的Cocoro and Mall联系起来 但是或许名字暗示 就像名字暗示的那样 日语的Cocoro代表心灵的意思 与芬兰语的Mall你好可以搭配在一起 那么也意味着黑白照片 也可以和多彩的作品在一起 爱玩的人就是要最大幅度的颠覆寻常人的眼光 2001年 Tim Svilla和Auntie Hincla 从拉赫地设计学院毕业后不久 他就成立了Serapa Helsinki 2008年正式更名为Cocoro and Mall的时候 他们早就以离经叛道的设计理念感染了许多人 那他们的工作广泛设计像品牌设计啊 艺术指导网页设计甚至产品设计 多学科跨媒体的实践 一方面说明他们早就已离经 一方面说明他们的能力灼群 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愿意尝新 而锐意进取的结果 那在设计变得无国界 无民族特色的今天 Cocoro and Mall就是凭借着自己的思想和无穷的创意 为自己争夺了话语权 也为芬兰设计涂抹上了一抹清新的色彩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他们的几个代表作 那这两幅图片是Cocoro and Mall 为日本独立唱片行 Escalator Records所做的设计 包括品牌标志和音乐专辑的封套设计 那其中包括许多特殊的特殊符号的元素 以及大胆的配色和构图 这幅呢是为赫尔辛基2012世界设计之都 所做的标志设计和视觉传达设计 Cocoro and Mall很乐意为赫尔辛基和荷兰政府 做许多的专案 而且能在这些作品中保持自我强烈的自我风格 那除了像这幅之外 还有这幅是为芬兰设计中心所做的展览设计 这个是芬兰设计中心举办的一个活动 它的名字呢叫做Playful New Finch Design 就是玩味无穷新芬兰设计 它的主题是玩和创造力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力量 Cocoro and Mall就是负责Playful的形象识别 以及从展览图形到网站的所有宣传材料的艺术指导 顾名思义这个形象是在一个有趣的实验过程中创作出来的 其中那像流浪汉的标志设计符号 象形文字和漫画中的元素也都出现在活动当中 那成为一体 还有这幅是为芬兰设计形象所做的形象标志以及周边 芬兰设计中心所做的形象标志设计以及周边 2011年春天Cocoro and Mall它创立了一个设计项目名为Mutaki 什么是Mutaki呢 它其实是Cocoro and Mall为JCico等创作的一系列社区活动和展览 那这个活动是怎么来的呢 是JCico它在赫尔辛基市中心承包了21个后车厅 这21个后车厅没有张贴任何的广告 就是没有张贴任何的广告 但是上面却写满了参与者的1300个愿望 这愿望当中表达出了参与者希望在城市中看到的内容以及环境 那也正好符合这个活动的主题 就是我想看到其他的东西 像这个项目的第一阶段是他们先请了10个非常非常在业界非常有名的设计师 为这个活动设计的海报 那把海报都张贴在JCico的几千个户外广告空间当中 那第二阶段呢就是邀请公众 像孩子还有许多其他行业的人 学生什么的来制作海报 在城市空间当中表达他们的观点 尽情的发挥他们的想象 那这一项目也恰好证明了 在芬兰人人都可以是设计师 2014年5月在线设计在线杂志 Sight on site在纽约推出了Sight on scene offsite 这个项目精心挑选了许多新兴设计人才和很多成熟的尖端设计品牌 那这项活动也是将所有的参展商聚集在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 Coco Run的帽就是负责这个空间的整体设计 它负责了像包括标志以及所有宣传材料的艺术指导和设计 以及从展览图形还有网站等的设计 那主要采用这种彩色条带的重叠和碰撞 来利用动态元素创作出了一个图形系统 可以毫不费力的适应各种功能 像你看地上还有这种展示画板都可以使用这种元素 包括展览空间中的标志系统都是 相比起大多数的芬兰同行呢 Coco Run的帽可以说是在设计营销上走得比较远 也比较成功的例子 现在他们在日本和美国都有经纪公司 为他们接洽和处理该地区的业务 如果你够大胆够开放 希望独一无二 希望挑战大众对审美的成见 那么Coco Run的帽就是不二的选择 而他们也会带着一直疯狂裂变的设计风格 开展他们的全球侵袭 让你不知不觉地爱上这种不循规蹈矩的美 我今天对Coco Run的帽的介绍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补充 谢谢 拜拜